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102集 不好的预感 等展昭和白玉堂从片店出来 也不说话 就是像刚才庞飞的话 走着走着就走到孔雀湖附近 白玉堂看了看那颗香章树 突然问展昭 之前跳湖那个宫女叫飞月 时间和崔成死的时间很温和 会不会那个飞月就是崔成的欣赏人啊 然后飞月还跟某位官员有点什么关系 结果对方杀了崔成 飞月也自尽了 留下了于尾镇是咒纳官员 感觉这为情杀人 比之前那个卫女杀人的更靠谱啊 身后天尊凑上了一点点提醒 那前几天那个宫女干嘛要上吊 这跟堂铺有什么关系 别忘了满季堂铺里也有鱼尾镀的图 还是传家宝 还有皇宫师妾的戒指和那个鱼尾枕头呢 白玉堂听着觉得 干脆回家赎钱算了 展昭只挠头觉得烦 这时候那只黑孔雀又溜达到殷侯身边了 殷侯伸手轻轻捏他的头关 天尊伸手拽着孔雀尾 不如问问他们 案子发生的时候 他们可就在附近 说到这里 展昭突然抬起头望向孔雀湖 想到什么了 崔城他送了崔心的闺女 一个余微枕的玉坠是不是 嗯 飞月是投孔雀湖自尽的 妖妖是在孔雀湖里面捡到枕头的 枕头里有化明崔城尸体的图纸 那枕头如果是飞月跳湖的时候 戴下去的呢 文言 白玉堂轻轻地摸了摸下巴 飞月是知道崔城死了才自尽的 是不是自尽还不一定吧 余微渡咒的是复心人 如果飞月真的跟凶手有私情 那就是他父的崔城 而前不久 有人去祭奠崔城 丢下了一个余微枕的玉坯 嗯 感觉案子差不多疏通了呢 就是还缺少一点缓解 走 庞飞说的有道理 咱们去试试那几个坐跌的 看到崔城的画像以后会有什么反应 开封城中的大街上 西谷路晃晃悠悠地走着 肩膀上坐着打哈欠的小四子 昨天茶话会的时候 小四子因为要帮展昭他们查案 所以说话太多 结果口渴喝了好几杯茶 导致晚上一宿都没睡着 用赵普的话说 小四子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失眠 你人生第一次失眠是什么时候 公孙顺势问赵普 九王爷仰着脸想了半天 最后欧阳撇着嘴回答了 他连打仗都能睡过头 还失眠呢 白痴除了不会伤风之外 也不会失眠 结果先锋关祸从口出 被赵普踹飞出了院墙 一大早 西谷路就跑来找小四子了 他俩这会儿的关系 好得都快赶上亲兄弟了 西谷路又轴又愣 以前除了赵普和他娘 谁也制不住他 可奇怪的是 他特别听小四子的话 简直言听计从 让往东不往西 让抓狗不碾击 小四子之前 带他去帮几个孤寡的老人家修房子 西谷路力大无穷 几个人扛得横梁 他一手能拖俩 忙了一天下来 开封府就传开了 赵普从王府出来一路听 非但没人说他那傻兄弟可怕 还说他可爱心善 这可是头一遭 展昭和白玉堂 昨天查话会查案受挫 两人在庞飞的提点下 决定换一个方向接着查 只是这四位官员平时出出近近 应该已经看到那些画影图形了 如果真有人曾经干过坏事 那么一定有心理准备 要怎么试他们呢 另外 这四人当中 西南安抚史和提举长平司 最近都不在开封 西南安抚史 三个月前去了乾贵一带办公 提举长平司则是在江南 待了一个多月了 而此时正在开封府的 是考工郎中和兵部郎中两人 考工郎中延齐 今年四十多岁 兵部司马郎中曹南 今年也是四十多 两人的经历有些接近 出生贫寒 寒窗苦毒之余 还练过功夫 属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但是又并非相当突出的典型 谋得官职之后 升迁很快 娶的都是高官之女 从此平步青云 同辈人当中 算是混得风生水起 展昭和白玉堂 准备先从延齐和曹南下手 两人询问了包大人 这两位官员的为人 包大人和太师虽然性格截然相反 但看人的眼光上 却通常是出奇的一致 包大人也认为 这两人还是比较可疑的 的确是心狠手辣 另外 这两人外边有人 也是可以理解 怎么说呢 毕竟是夫贫妻贵 靠着妻家的势力 才改变命运 因此都不曾纳妾 展昭和白玉堂 制定了比较周密的方案 当然了 还要借小四子和西古炉帮忙 毕竟开封府的人一旦露面 目的就很容易被看穿了 小四子和西古炉要怎么做 很简单 他们只要碰巧跟那两位官员擦身而过 而又碰巧聊起 韶华殿中藏尸的案子 并且聊到 已经确定了尸体的身份是崔城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难度不大 展昭请了庞太师帮忙 太师能够随意调动六部的人 随便找个理由 就能让两人出门一趟 众人决定 先是吏部 小四子和西古炉在一家小茶馆等了没多久 就看到礼部侍郎带着延祺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厚厚的文书 西古炉就甩着胳膊 朝着他们的方向走 不过眼睛却也不看那两人 而是跟小四子聊天 那白骨有人来认了 哪个白骨 就皇宫里 那个什么殿里 那个井里头的呀 那 爹爹早晨说 白骨的名字叫崔城嘛 这么年轻就死了 还好有人那么久还能认出他来 一大一小边聊着 便刚好从历部这两位官员身边经过 历部侍郎看着 好像还挺想跟小四子打个招呼 不过小四子好像是没看见他 因为正低着头跟一个大个子聊天 礼部侍郎一瞧那大个子的块头 就不敢上前搭话了 心说开封府这又是搞什么鬼 有虎有龙还有巨人哪 远处的屋顶上三个方向都有人盯梢 正对着二人的是展昭和白鱼堂 左边是赵普和公孙 右边是来凑热闹的天尊跟阴侯 他们从三个不同的方向 观察着考公郎中严齐的表情变化 不过严齐的反应也很正常 他似乎也想跟小四子打个招呼 另外也挺好奇 西古路的身份 而对两人聊天的内容 他却并不关心 小四子和西古路走过了 礼部侍郎和颜齐还都回头看 最后也没跟小四子聊两句 看着似乎有些遗憾 不过二人显然也有公务在身 没有多停留 接着赶路 展昭看了看白鱼堂 似乎是有些拿不准 你有什么看法 感觉颜齐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另一边 公孙也在问赵普 会不会是装的 这也能装得出来的话 真是个人才啊 而另一头 天尊摸着下巴 突然问鹰侯 为什么咱们俩要帮着他们查案 对呀 你怎么不回天山去 鹰侯白了天尊一眼 天尊眯着眼睛瞧鹰侯 鹰侯一推他 干嘛 小的们转移阵地了 还跟不跟了 鹰侯指了指 天尊回头瞧了一眼 果然展昭白鱼堂他们往兵部去了 于是赶紧跟上 西古路带着小四子来到了兵部 六步所在相隔并不太远 西古路迈了几步就到了 在附近等着 小四子坐着 接着打哈欠 小四子啊 你困啊 小四子揉着眼睛 接着打哈欠 吃火锅就不困难 西古路窜到小四子 办完事之后 去吃涮锅 要很辣很辣的那种 小四子欣然同意 同时 有点想念小梁子 小梁子也是喜欢吃 很辣很辣的火锅的 两人就这么等着 等到茶都凉了 这位兵部司马郎中 曹南都没走出来 屋顶上 展昭看白玉堂 刚才传话的进去过了 嗯 跟严琴那边一样的 没理由还不出来啊 好慢 按理说 兵部的动作应该会比 力部要快才对啊 另一边楼上 天尊仰着脸打哈欠 鹰猴也有些不耐烦 就在众人着急的时候 只听到大宅内 突然传出来一声尖叫 众人一抬头 随后兵部里头 就乱糟糟的感觉 隐约还听到有人在喊 出什么事了 赶紧去报关哪 突然有不好的预感 展昭嘴角轻微地抽动了一下 白玉堂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这么巧 我也有啊